好类似像台积店这些被裁员的员工 有很多同样的经验 事实上因为金融海灶的关系 使得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 失业率不断的攀升 特别是竹科新贵 大家在过去都非常的羡慕他们的工作 不过呢在这段时间 他们也修起了无星假 不过现在慢慢的景气开始要回暖了 竹科人从谷底再度看到了曙光 体验过了修无星假的低潮 到底呢面对了马总统的就职一周年 他们有没有什么话要来对马总统说呢 一起来听听看 大家如果都有班上的话 那大家经济就会起来了 真的有班上就好 竹科人大声说出心声 因为他们修无星假 修怕了 希望总统可以多照顾 有佳季负担的 就是一些全国民众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可以不要为了佳季 然后这样子想不开 或者是说做一些傻事 能够稳定上班 对他们来说就够了 不过金融大海啸席卷全球 连持有的股票都缩水了 大概五十几趴 那剩不到一半就是了 是是 希望我们园区能够活络起来 要马总统继续好好努力 活络经济 燕子来了 景气回春 竹科人买手工作 生产线也恢复动工 我相信你在未来这三年 我相信你会做比现在更好 加油 体验过修无星假的无奈 未来的三年 竹科人给了马总统更高的期许 也要给马总统一个爱的鼓励 马总统我爱你 加油 中间新闻和梦谦李玉姿 新竹采访报道